今天的故事是傻兒阿皮 一道清掌傻兒皮 傻兒阿皮在草地上翻找小蟲 一抬頭發現草地上躺著一本書 這時他想起老主人和小主人說酷的話 書是非常寶貴的東西 可以使人變得聰明 阿皮心想 假如我有了這本書 不就可以變得聰明了嗎 看起來還敢叫我傻兒阿皮 於是他趕緊把書本夾在翅膀底下帶走了 後來幾天阿皮在農場的草地上 神氣的走來走去 阿皮以為自己變聰明了 動物們注意到他的轉變 也相信阿皮真的變聰明了 一天老馬牙齒疼 跑來找阿皮說 阿皮阿皮我快疼死了 請你快救救我吧 阿皮看了看老馬的牙 大聲地說 啊我知道了 你長著這麼多牙 難怪要鬧牙疼 來來來 讓我把你的牙齒全都拔掉 老馬嚇得拔腿就跑 然後隔天 小狗的頭卡在兔子洞裡 拔不出來 他大聲喊救命 阿皮聽到了以後 跑過去看 他說 還好我知道 獵人怎麼把兔子趕出洞 等我一下 我去拿一些火柴 他拿了一些火柴 在洞的另一口 電器貨 並用書本把火燒網 他那個火的濃煙 把老馬 嗆個半死 拼著命 把頭拔出兔子洞 他的頭雖然拔出來了 但是他的鼻子和耳朵都被燒焦了 又有一天 動物們在 路旁發現一個盒子 大家都猜不出裡面裝的是什麼 於是把阿皮找來 阿皮對著盒子上 化學藥品注意安全八個大字 左看 右看 然後得意的說 你們放心吃吧 裡面全是好吃的糖果 上面寫著 全是糖果美味可口 於是動物們爭先口厚的把盒子咬破 指釘劍 噴 的一聲 大家都被灼傷了 阿皮的神器也全被嚇飛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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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